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上一期我们来说到主要是自动对焦的一个问题 这一期我们来主要说一下手动对焦 其实手动对焦一点都不难 真的真的一点都不难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是因为很多朋友他没有掌握好手动对焦的快乐键 这边跟大家说 其实如果有AF和MF的档位的话 你可以通过镜头来调整 如果你没有这个档位的话 我来教大家怎么做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水晶球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自动对焦 大家都喜欢自动对焦 但是会发现有的时候 你看这样还是有点慢的 因为水晶球离我们的主体 它没有那么容易被对到焦 只有这个有阴影的地方 是容易被焦合上 这种时候我们一般手动对焦怎么玩 首先我们按左键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设置过的一个MF AFC AFC就是自动对焦 追焦的意思 然后MF就是完全手动的意思 在完全手动的情况下 我们点任何的单点对焦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当在MF的模式下 我们只需要双击屏幕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放大过的一些 要对焦的物体 但是双击屏幕确实会有点抖动 所以我个人还是把中间这个按键 设置成了放大对焦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点中间不太会容易震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想手动对焦某一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画面的中心留给它 然后双击对焦 然后单点退出 完成对焦 再口读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当如果主体 也是我跟我之前视频说的一样 比方说如果我们现在拍的是一个人的话 他长时间的不动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不断的去 check自己的对焦 有没有对到 当主体产生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按左键 让相机进行人脸识别 那如果说相机在过程中突然 他抽风了 或者他怎么都对不上焦 我们赶紧的切换手动 然后依旧是这样 在相机抽风的时候 手动远远比自动来的靠谱 好 那本期就是对手动对焦 的一些操作的分享 其实在我个人拍摄当中 一旦采用三脚架的一些设备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用手动对焦的 手动对焦会比较的靠谱 因为他全程不会去抽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 不是特别容易对上焦的地方 其实对焦点会抽风 有的时候会抽风 排回来的素材又不能用的情况下 你就会很抓狂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太相信任何相机的自动对焦 因为他总有失误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款相机会说 自己的对焦是百分百能对到东西的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还是要多练习 然后对着自己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的一些对焦的手感 都是从以前的老佳能 5D3那个时候用上来的 但那个时候的手动对焦 都有对焦窗口 所以换到索尼之后 我们都觉得 现在这个电子对焦有点扯 但是好在 它的自动对焦还是不错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我的索尼A7M3的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